美国跟台湾 是先有后婚 美国有钱 西装口袋里都是麦克麦克 西装比挺的 五六十年前来追求台湾 想要先有后婚 以婚姻来比喻台美关系 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连台日关系都有独到见解 日本跟台湾是先婚后有 因为马关条约签订 霸王印上公 每日都算半强迫 那韩国瑜主打的两岸关系呢 那大陆跟台湾是子妇为婚 这样一讲的关系不就出来了吗 子妇为婚 意思是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 父母就为子女定下婚约 套用到两岸关系 一指一家人天注定 韩市长忘记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重点 就是台湾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 台湾不管什么样的关系 它不是命定的 是2300万人才能决定台湾的前途 不是大家长 更不是大中国文化下 台湾必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的比喻是不适的 立委痛批网顾民意 而韩国瑜过年前接受专访 小年夜就带着妻子女儿出发巴黎岛度假 不忘在官方赖账号上 po出长辈图初二回娘家 被网友酸 原来你娘家在巴黎岛 截图还在网络上疯传 韩国瑜要让高雄发大财 两岸关系是主力 但轻语不轻 恐怕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三地新闻游家有张慧琪 看不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